哈喽,大家好,我是Aman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英国生活英语讲正点 很多时候新移民到英国的华人 他们都遭遇到有几个问题 在交流上,时时都会碰到 对方会问或者说这两句话 I beg your pardon 或者 I'm sorry 其实意思有可能是以下三个 有时都应该是挺尴尬的 为什么有这三个问题出现呢? 其实对方一来就不明白我们说话 有些觉得有鸡和鸭说的问题出现 最主要来源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发音不够正确 如果我们发音不正确的话 对方就误会了我们想说的生智 想说的意思 OK,这一堂呢 我们就尝试一下探讨 发音不正常的原因 还有通常有几个comment mistakes 我们会遭遇到的 OK,我们分开几个groups来说 第一个,很多时候这几个生字 都是因为发音有问题 令到我们混乱了讲 例如说我们的th 其实我们的发音 应该是用一条舌 好像咬住那样 但是要推起出来的 但是有一些少少 哨牙的声音 好像流风那样 OK,th 我们读 嘶嘶嘶嘶嘶 嘶嘶 一条舌等在中间 接着一推起出去 一定要有流风的声音 r一定要卷舌 舌舌拉上上额 接着卷入去里面 r l l的音就是 舌舌上上额 接着推前 l 就是舌舌推前 r 就是舌舌推后 舌舌 就是舌舌舌 舌舌舌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 我们读 这几个字 就发音不正确 所以有少少误会了 例如说 第一个 我们应该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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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风 第一个音 接着卷舌 接着两个e 加在一起 就是长音 OK 3 是解三的意思 第二个是解费用 第二个很直接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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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音 第三个呢 就是卷舌 很多时候 学生就会 担担了 第一个和第三个 免费呢 就是 f-f-free free free 如果是三就读 three 三是读 three 免费free 听不听到个分别呢 然后最后那个 就是不用卷利 最后那个解释 跳湿 例如跳湿市场就是用这个字 这个就是读 f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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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由头读一次 three fee free flee ok 第二个group 通常我们有可能会 撈联的就是 上满 就是第一个解释 foo foo 很饱 foo i am fool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很傻的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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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骗了 i am fool by some bad guys ok 满就是foo 傻呢 愚蠢呢 就是foo 是长音的 最后一个 因为有个th 然后有个r 这个就是 咬舌 推起出去 然后卷舌 上去 thru 穿过 th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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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三个group 这个很多时候都会错 外来很多时候都会用 左边的 麻烦你 L音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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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音 the syllable 拉长句 please please right 第二个字 一块一块 一件一件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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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听到 鲁先生 或者是成年人 他都会说 Can I have this one peace 那些贵人听到 好像有点混淆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其实你呢 就应该说 Can I have this one please ok 有个L音 和拉长中间的syllable please right 右手变一个 亦都是 很多时候 我们拌乱了L和R的分别 R是卷舌 卷上去上面 ok Can I have this one 读错了的就是 Can I have this one please 如果读了这个 我们经常都听到这些错处 please 是解神父 ok please 是解神父 如果是 麻烦 就是please ok 我们由左边读到右边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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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please right 很大的分别 你读错了一个音 是两个生字不同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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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要读错音 另外 第二个 group 这个 也是经常听到的 都很尴尬 有很多时候 以前的人 当作做笑话 很多时候 我们会去外卖 买炒饭吃 那些人 可能说得英文 不是太好 炒饭的英文 那些人 知道吗 知道吗 会不会炒饭是 Fly Lice 我想你们都听过了 Fly Lice 其实是左边的生字 意思就是 非得的 塞那 Fly Lice 就是非得的塞那 但是真正的读炒饭 就是 卷来 Fried Rice ok 有个D 有个R Fried Rice Can I have some Fried Rice Please 我可不可以要 炒饭 不要说 Can I have some Fly Lice Please 真的有点尴尬 尽量避免 尽量去尝试 尽量去改善 不是困难的 OK Fried Rice OK 最后这个Group 我们是 亦都是常常都听到 有错误的 左边那个 就是 很多 很少 很密 这样解 右边那个 就是 比较 好 比较高 比较低 几这样解 OK 左边那个 就是 流风的 口 发音出来 Very F 有这个音 Very Very OK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有些少少气 推出来 Very Nice 右边那个 Fairly Good Fairly Good OK 右边那个 是 拉长少少少的 Fair 跟着 Ly Ly Fairly Good OK Fairly Fairly Good 这是很错的英文读法 应该是 Very Very Good 不要读 Fairly Fairly Good OK Right 其实这些完全都不是困难的 完全都可以自己改善到的 还有最重要呢 如果跟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说慢点 清楚点 还有说大声点 不要想着偷鸡 立个算数 以为别人可以听到我们说话 其实呢 别人听不明白你说话就是 不知道你的发音想说什么生字 所以 You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loudly OK 正常如果他们不明白的话呢 他会问 如果你不明白呢 你都要问回他们的 不需要尴尬的 怎么问呢 很简单 I'm sorry Could you replace Please I'm sorry I'm sorry Could you speak Slowly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再来一次 I'm sorry Could you repeat Please I'm sorry Could you speak Slowly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Is not very good 我们慢慢讲 讲清楚点的话呢 会改善很多 最紧要就是 学好英文呢 You listen copy and repeat 和我们谈记 practice mix perfect 熟能生后 OK 今次我们讲 就是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f you like the video Just like subscribe and comment 如果可以的话 按钟仔 你们将来 看到有什么新的video的话 你的钟仔就会响的 OK Take very good care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 now I'll see you next time